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预备欧联决赛的一个预备情况里面 欧洲聚协和热刺找了王加玛德里的训练场地去训练 保哲天奴曾经说 王马主席跟他说 你们可以在训练场地做训练 但是住就只能住在附近的酒店 不能住在训练场地的酒店 除非你成为王马的领队 王马在几分钟前出了一个声明 就说 保哲天奴在这些善事上高是说大话的 王马的声明就说 王加玛德里的球会很惊奇 为什麽热刺的领队保哲天奴刚刚说的东西 就是关于他说 他要求可以在他的训练场地 那里叫Ralge Madrid City 那里是住宿的 就是在欧联的决赛之前 王加玛德里的球会 就很清楚地说 就说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王加玛德里是完全接受了会帮手的 因为他们收到欧洲足协 西班牙的足协 以及马体会 利物浦的足球会 以及热刺足球会的要求 他们全部都做到的 那这个要求就是包括 用了他们的训练场地 以及训练场地的更衣室 全部的球会 就是王加玛德里都是接受了的 但是意思就没有说过 其实热刺根本就没有要求过 要住在那个训练场地的酒店 那这样 那这一件事呢 刚刚就新鲜出炉的 那看下去呢 就会令到普洁天奥 和王加玛德里的关系 会更加紧张的了 看这个样子 那这个消息就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那如果喜欢足球投资的朋友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like这条片 以及介绍给 喜欢足球的朋友的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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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